混打疫苗是最近很热门的话题 但是WHO还没有证实 混打疫苗的安全性跟有效性 国内目前也还没有开放可以混打 但13号在基隆 有两名疑似诊所的医护人员 似乎不清楚规定 到区公所要接种第二剂的莫德纳疫苗 被现场工作人员发现 他们第一剂打的是AZ疫苗 当场把他们挡了下来 混打疫苗效果还未知 但各地纷纷有民众尝试闯混打 现在在基隆也传出 疑似两名诊所人员 不清楚规定插点混打疫苗 他在那边就可能就被挡掉 他不符合 他有单子我才可以打 我们照明测打真的 13号两名疑似诊所人员 到基隆中正区公所打第二剂疫苗 由于他们第一剂打的是AZ 现场是施打莫德纳 加上第二剂疫苗 是要直接向医院预约 所以两人在现场就被挡了下来 我们一开始在施打AZ疫苗的时候 的确是有一小部分的人 没有注册到 但是必须要从CDC里面的 网页里面去查询 疫苗注册出现漏洞 就连台北市14号 也有老翁第二剂差点混打 还好被现场医护及时发现 就告诉他 第一个是我们这一次 莫德纳是让第一次预约的 所以我们没有接受第二剂的预约 第二个呢 政府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开放混打 混打疫苗到底安不安全 有没有效 WHO还没有定论 如果民众恶意欺瞒 想要混打疫苗 甚至是网上交战如何闯关 指挥中心也会交由法治组 引以相关法则 民众现阶段打疫苗 还是要照规定来 记者综合报道 好 谢谢大家